今天我们讲中国成语奋不顾身的由来 赶快学习起来吧 是以止奋勇向前 不考虑个人安危 出处汉司马迁暴任少清书 长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启示李陵是汉武帝穷兵独武的牺牲品 作战时奋不顾身 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出生入死 但由于孤军深入 被迫投降 汉武帝将其全家满门抄战 完全断了他的归路 其实当弹尽良爵士 要么投降 以待时机 要么战死 李陵选择了前者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马格果师 团的英雄 对于被俘投敌向来是鄙视的 而美国则不同 战俘回来 他们认为也是英雄 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 李陵自少清 是汉武帝时的著名大将 很受汉武帝信用 任命他为其都尉 率军抵御匈奴的入侵 李陵擅长骑射 又懂得兵法 当时狠得朝廷信任 不料 李陵在和匈奴的战斗中 由于寡不敌仲 无奈投降了匈奴 听说李陵投降 汉武帝很是生气 认为李陵辱没了自己对他的信任 朝中大臣也都纷纷指责李陵没有骨气 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不这样认为 他说 我和李陵一向没什么交情 但我见他为人很讲义气 孝顺父母 有爱兵士 他常常想奋不顾身的解救国家的灾难 所以 我认为李陵这次在领兵不到五千的情况下 与数万名敌兵对阵 最后 由于伤亡惨重 但尽良绝 龟路被切断 才被迫投降 事情有可原的 而且我还认为 他这次投降 并非贪身 而是想等待以后有力的时机 再来报答国家 司马迁说的再情再利 但汉武帝却认为 他是替李陵辩护 是非不分 将他关进了监狱 施行辅刑 以后 汉武帝还杀了李陵全家 李陵知道后很是痛心 于是在匈奴取其成家 致死不悔故土 未能实现他奋不顾身 为国捐躯的愿望 奋不顾身 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